今天和大家聊聊近期争议很大的追风者提名事件 那可真是声势浩大 具体怎么回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眼 最近某电视奖项公布了提名名单 其中一些提名也是引发了争议 争议最大的就属由王一博、李沁、王阳主演的追风者李 王阳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而作为男一的王一博并未获得提名 于是引起了王一博粉丝的不满 纷纷去王阳和其工作室的微博留言 不劳而获的小偷 少壮不努力老了偷实际 虽然这个偷的说法我不理解 但我大受震撼 而具体这个偷的意思 粉丝解释说 王阳作为男配报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但是很快又往往晒出 追风者当时的官宣资料 王阳也是领衔主演 后续有娱乐媒体表示 据知情人士透露 王一博出现在最佳男主角第二轮票选名单中 只经过评审投票后 未进入最终的入围名单 而追风者巨方 共申报了王一博和王阳两名演员 参加最佳男主角的角逐 根据奖项的规定 如确有多男主或多女主并存的情况 则填报人数最多为各两名 因为王一博王阳 是追风者戏份最多的前两位男演员 所以巨方也会提报这两位演员 比如之前 我的前半生的雷家音 以这次南来北往的男二 丁永黛 都是提名的最佳男主角 虽然追风者王一博确实是男一号 但按照奖项的标准 王阳也确实是符合最佳男主角提名的 而粉丝这种小偷的说法 没有任何证据 就攻击王阳 属实有点恶劣 后续 编剧赵东霖发博替王阳说话 王一博很不错 出色的塑造了角色 粉丝打包不平很正常 但不要伤及无辜 特别王阳 从年轻一直努力到中年 才慢慢被人看见 重要的是 这件事和王阳一点关系都没有 相信一博会继续努力 之后有粉丝内涵赵东霖 赵老师这个思想 不仅让人怀疑 可能有年轻编剧 也对您谦让了呢 赵东霖回复 只要您找得到这个人 但依旧有粉丝内涵 宁年北上 记得帮我报个最佳编剧 我的年纪比王阳大不少 当然这个事还没完 王一博的粉丝 不仅在王阳和追风者观博 以及各个词条下空评 还发博质疑之前 有其他男配抢男主提名的 引得雷家一和王凯粉丝出面澄清 而作为王阳经纪公司 一心娱乐的老板杨天真发博 也被王一博粉丝内涵 当然这些还不是最离谱了 郑州大学的一条微博也被质疑 其内容就是放了一段王阳的话 结果也惨遭攻击 主要是他发博的时间 还在公布提名之前 且郑州大学之前 也发过王一博追风者的相关微博 后续郑州大学无奈删除了该博 不得不说 粉丝这是得谁创谁 只要他们觉得你有毛病 那就免不了这灾了 而随着事情越挠越大 最终王一博 王阳 以及追风者剧方 都相继出面平息事件 其中王一博发博表示 追风者能被大家认可 离不开剧组所有主创 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与付出 王阳也发博 我踏实拍戏 行胜于言 同时追风者剧方表示 在奖项提报戏则允许的前提下 为每位主演都做了提报 以争取荣誉 报奖情况未同步主创和演员 其实这个事已经很明确了 剧方按照规则把人都报上 不过最终王一博落选 但粉丝依旧觉得有毛逆 他们再次质疑剧方 奖项提报需要主演签名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网友回复 可能王一博签名的时候 写错了两个字吧 确实有这个可能 毕竟到此一游 他也只会写一个字 后续编剧赵东霖再次给出回复 他表示不需要 提我名 我都是从网上知道的 而面对王一博和王阳本人的回应 粉丝还表示 王一博发言体面 而王阳的发言难评 当然也有网友反驳 人家被你们搞了好几天 还能发这样一句话 已经够大度了吧 其实之前就有粉丝说 王阳霸凌王一博 他们剪了一段采访 来证明王阳职场霸凌 而这是原片段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霸凌 杨晓峰导演幕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就合作的时候 杨晓峰导演有什么要求之类的 气质的导演 我觉得导演很有能量 很博和 非常有剧情在现场 然后会一直调动大家 调动大家 然后摆出很多很多的机闻 然后也会出发起 在现场上跟 一些就是剧本之外的 对 一博应该也是第一次 跟杨晓峰导演合作吧 是的 杨晓峰导演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 方式什么的 比如说 比如说维图剧本 或者是有什么要求 在进组之前 其实有维图剧本 然后 然后 拍摄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要在一部分那里 然后大家也会 研究一些 可能演个演个 突然也会想出一些别的灵感 那他是一个那种 对你来说 是一种鼓励型的导演 还是一种 严格要求型的导演 都有吧 那王阳老师跟杨晓峰导演的合作呢 怎么样 这次觉得 像一波说的 的确 导演是一个有能量的导演 他是不怒自威的 他不是一个在现场经常要发脾气 来让自己显得更有声望 更有威力的导演 他给演员足够的空间 但是他也会对某一个角色 或是每一个角色 有他自己的认知跟理解 他会跟演员去探讨一些 对于表演上的定位和方向 还有就是 导演对于画面的美学要求非常高 他是懂摄像 懂光 懂很多东西的人 所以演员跟他合作 其实把自己交给他是可以很放心的 他就像是一个舵手 可以领着这一船人 朝着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去一起前进 网友评论 哥哥主演的剧 哥哥惜字如今 哥哥说不出个所以然 同事帮忙解析 粉丝同事抢功劳 同事霸凌哥哥 不得不说 王一博粉丝 确实很爱用职场霸凌这一套转移矛盾 之前就大粉发言 就像年轻打工人 拼死拼活完成了工作 被混日子的老员工 或者领导的关系户给截了糊 废寝旺时好不容易金榜提名的高考生 却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大学 看到这儿 随便小鸭表示 明明是自己不行 还觉得周围人都要害你 这被害妄想症得治啊 反观那个王一博王洋采访的视频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 中年打工人拼死拼活的帮新人说话 结果被一点都没有混日子的新人的粉丝 骂成渣渣 磨破嘴皮 好不容易把主持人的问题回答完的男二 却被男一的粉丝说成霸凌 最后再分享了有关这个事的两个乐子 一个是在王洋回应后 有王一博粉丝质问王洋 就问一句 你抱男主和王一博说了吗 说话 由于该话术过于无理取闹 加理直气壮 引发网友大规模模仿 王洋你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和王一博说了吗 说话 王洋你有没有偷王一博初中毕业证书 说话 王洋你姓王有没有经过王一博同意 说话 恭喜王一博 又有心梗了 而另一个乐子来自于王洋回应后的微博评论区 有网友劝王洋 以后别跟那些所谓的偶像明星合作了 紧接着 有辩论大神网友在下面逐一回怼粉丝 拒绝和文盲合作 且是流量型文盲 承认别人优秀 没有人会笑话你的宝贝 我承认优秀的人 但他文盲 你认识几个字呢老铁 没仔细数过 但是应该比文盲多一些 我会写到此一游 你不文盲 那你能演吗 我演不演戏 他也文盲 开口闭口就是文盲 你是很在意这个吗 我不在意 他文盲 他在意 自己最缺少什么 就最容易说别人什么哦 我缺少文化 但他文盲 再怎么样也比你强 他比我强 他也文盲 你说气不气 没有流量 王洋能演上这部戏吗 这部戏谁演 他都文盲 他能在爱豆和演员这件事上做得很好 你管他文不文盲的 我不管他 但他文盲 文盲 你真懂啊 你太懂了 谁能由你懂呢 我懂不懂 和他是不是文盲 无关 请亮出你的文凭 我有没有文凭 不影响他是文盲 你怎么就知道别人是文盲 别站在道德制高点绑架别人 就是文盲 且是有理有据的客观评价 客观评价就是他没上过大学是吗 拜托大姐 学历不是唯一出路吧 客观评价请搜索一下 绝望的文盲 有文化的未必是好人 可能是个小偷吧 人家是小偷 不妨爱他是文盲 一条评论多少钱呀 多少钱不影响他文盲 你学历难道很高吗 很高的话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高不高 不影响绝望的文盲 真是服了 偏见无处不在 年龄学历 就是不看成果 有成果也是文盲 这一套精彩回怼也是成功出圈 被网友封为最佳变手 引得大家疯狂转发学习 至此该事件也算告一段落 王一博粉丝既没有争取到想要的结果 还让广大网友看了乐子 并成功给王一博创造了新等 还让他的文盲标签贴的更扎实了 这怎么算不上是一种成功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动员会议 咱们下期再见